2018年8月26日剧《旧金山时报》报道,勇士管理层已经与三双先生格林展开了试约的谈判,目的就是要格林能够降息流队。 之前格林的态度很强硬,他表示他不会接受提前试约,但是惊吓杜兰特的降息流队让格林改变了主意,他终于松口可以接受降息流队,勇士管理层已经为其提供了一份四年1.33亿的包价合同,这是双方经过商讨后的结论,双方都做出了让步。 勇士对于赤约汤普森充满了自信,因为近期汤普森表态自己会选择流队,而且勇士是他未来自由市场的首要选择。 克莱表示钱不是问题,他可以接受降息流队,为了球队他可以效仿杜兰特的做法,勇士目前在最好的时候,每个人都应该为了球队做出一部分的牺牲。 克尔对此表示,希望格林与汤普森都能够降薪,当然杜兰特的做法是明智的选择,勇士目前补强了内线,未来还会统治联盟三到四年,他们有信心建立属于自己的王朝球队。 俗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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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俗人